彭亨淡玛鲁前景区主任穆哈默阿兹哈 因为涉嫌在6年内收费超过100万令吉 以包庇无牌娱乐场所和按摩院 早前被反贪会扣押后 今天在关丹地亭被控46项 收取总额7万600令吉汇款的罪名 不过他不认罪 获准以2万5000令吉保外候审 53岁的穆哈默阿兹哈 被控在2019年3月至今年1月期间 在淡玛鲁县身为大马皇家警察 也就是淡玛鲁警区的警官 透过线上银行户头 在明明知道对方和自己的公务有关下 依然收取数名人士以及数千公司 介于100至5600令吉的款项 触犯刑事法典的公务员 不得接受任何贵重物品或礼物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坐牢最多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不过控方也提供交替控状 指被告收取汇款 以庇护相关公司不被警方采取行动 触犯反贪污法令的收汇条文 法官允许被告以25000令吉保外候审 媒体早前报道 彭亨州一名警区主任 涉嫌在6年内收汇超过100万令吉 以包庇无牌娱乐场所和按摩院 于今年6月6号被反贪污委员会扣查 高庭今天推翻联邦土地复兴和统一公司 前非执行主席邦莫达和夫人资资一资地 各被地庭宣判三项涉及收取280万令吉汇款 和串谋犯罪表罪成立的裁决 宣判邦莫达夫妇无罪释放 根据承审高庭法官阿兹哈 地庭早前的裁决是误判 高庭审约了地庭审讯记录后 发现没有证据显示 第24和25名控方证人 也就是大众信托基金投资经济马迪阿都哈密 和信托基金顾问诺海利 曾透过资资一资地向邦莫达提供款项 法官接着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325条文 赋予的检讨权 宣判夫妇俩无罪释放 网媒报道 高庭宣判无罪释放的裁决时 字字一字地忍不住在被告栏内哭泣 两名男子因为早前在国能店柱 悬挂大耳聋放带海报 今天在医保推市亭面控时 双双扶手认罪 各被判罚款3000令吉 或坐牢两个月代替 空撞指41岁被告邓立温 和40岁被告何嘉辉 在9月4号早上10点半 于八站快乐花园某道路 爬梯子 在国能店柱悬挂非法放带横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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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